其實我上網找了好幾間比較 看看評論 還有看到貴公司好像是一組 有設計 還有師傅都是你們公司 還有很多評論都說很準時 還有看到照片和影片 都覺得風格都很適合 所以就找了你們了 一進到這一個位於藍田康拍院的單位 純白的地磚和長壁構成的客廳 簡約而通透 被人開揚的感覺 同時又釋放了單位的空間感 配合位於電視上方的圓木式壁櫃 以及從燈槽隱隱滲出的燈光 令室內揚日著溫暖的氛圍 另外 切的屍翅非常細心 突然在牆上畫出一個位置 讓護主可以放肆暴吐 最喜歡 我喜歡的廳 廳的感覺就是會很舒服 坐下的時候 至於飯廳則以時常型格為主體 黑木和玻璃造成餐桌接上滑槽 可以靈活地移動 加上同樣是黑色的小沙發 在燈槽的照射之下 竟有仿日伸雪酒吧的感覺 其實自己有想法 想過間局是怎樣 譬如當時的書房想移動出來 在一個角落 但細緻我就沒有想法 所以就找了設計中心 找了設計師 我告訴他我想這樣 他就幫我很仔細地 可以怎樣執政 這個組合季分開了客廳 提供了一個獨立而舒適的工作環境 還有很多不同的位置 可以放到不同的書 以及護主的生活點地 僅以組合季 劃分生活和工作空間的做法 令護主工作時 亦可以很輕鬆地跟家庭成員溝通 主人房就用拖門 劃分了兩個風格格異的 作息空間和處物空間 梳妝桌 大型的壁櫃 和地板則採用溫和的中式 暖色系的格調 提供了一個舒適的空間 給護主休息 至於處物的空間 則走型格路線 黑色的鏡櫃 除了滿足護主的處物需求之外 還與睡眠的空間 形成強烈的對比 但又毫不衝突 十分了 我覺得也有九分 最滿意 最滿意其實是態度 師傅和設計師的態度 譬如我們有時跟他聊天 譬如解決不了 或者他都會幫我們 我也知道他很忙 那些燈等等 都是他幫我找的 我不用自己去貧坡 我喜歡服務態度 還有用料也很好 師傅的態度也很好 手工也很好 如果我們下次再裝修 我們都會找到設計情報中心